说到选秀综艺 相信很多观众的脑子里立马就会浮现出当年的快男、超女 还有已经停播的创造营《青春有你》 虽说在这些选秀综艺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但这些综艺中走出来的选手好多都已经大红大紫了 其实华语乐坛还是需要选秀综艺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就是每年的新老鹰宗非常多 但来回就是那么几个人 大家经常可以听到关于华语乐坛发展的声音 但华语乐坛想要发展不可能只靠那几个老人 没有新人更新迭代的话 华语乐坛只会越来越衰退 在今年的目前为止 已经有两档选秀综艺出现了 一档是已经收官有一段时间的青年派计划 另一档就是即将要迎来收官的舞台2023 话说这两档综艺节目的导师阵容还是相当强大的 只是他们都不叫导师 青年派计划叫大玩家 舞台2023叫推荐人 青年派计划有何炯 李宇春 汪峰 谢霆锋 刘宪华 吴建豪 那英等人 舞台2023有周深 黄启山 艾勒陈佳化 王家尔 朴仔范等人 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 两档节目都是想要做大做强的意思 要不然也不会请这样的导师阵容 纵观这些导师 每一位都是放在英宗里可以独当一面的人 不管是唱功还是人气都非常高 当然 除了导师阵容强大之外 选手阵容才是节目能不能火的关键 相比之下 舞台2023这档节目的选手阵容也是非常豪华的 很多都是已经一脚踏入到娱乐圈的人了 比如孟美琪 安琪 王OK 卓海豚 徐若乔 蔡维泽 李佩玲 庆莲等等 话说时间过得真快 不知不觉中这档节目马上就要迎来总决赛了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很多选手已经被淘汰 只剩下最后的前五名进入了总决赛 最终留下的这五位排名从高到低分别是卓海豚 吴瑶涛 张玉子 李佩玲 王OK 看到最后的前五名单 再看一下一路被淘汰的选手名单 有几位还是很让人一难评的 比如孟美琪 安琪 黄玉博 徐若乔 蔡维泽 这些人都是有晋级到总决赛的实力的 尤其要说的是孟美琪和安琪 两位的唱跳实力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而且他们之前成团出道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人这么有实力为什么会被淘汰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这档综艺的赛制没有一丁点公平可言 艾勒陈佳话说出了观众最想说的心里话 舞台2023彻底被打脸 这次要选出的是进入决赛的前五名 可以说这是大家在这档节目中的最后一个舞台了 在最后这个淘汰赛制中 可以说是把不公平发挥到了极致 第一 生存模式有加成 从内侧舞台开始到现在 每一次公演都有生存模式可以选择 说白了 选手的舞台最终得到多少票数 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实力 另一方面则要靠生存模式的加成 即便你有硬实力 你要是生存模式没有选择正确的话 依然是会被淘汰的 反之 假如你的实力一般 但是很会选择这个生存模式 那也是能晋级到总决赛的 其实这个生存模式是非常不公平的赛制 不管是选秀综艺还是其他综艺 只要有竞争和比赛 那就应该做到公平公正 话说很多综艺都怕不公平被骂 舞台2023却偏偏就要设计这样一个明显不公平的赛制 真的是太让人尴尬了 多少有实力的选手因为这个赛制而被淘汰 我就想问节目组 真的不觉得打脸吗 第二 媒体团手里有票 在这次的赛制当中新增了一个媒体团 每位选手进入房间和这些媒体团的人聊天 最终媒体团的每一位老师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给不给选手投票 每位媒体团老师的手里有5票 只要支持就是5票 这次的媒体团一共有17位老师 全票通过的话就是80 50立值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 实话实说 这个媒体团的设置也是相当不公平的一个玩法 这些老师在圈内都是有头有脸的 但他们的投票标准却不是舞台表现 而是心情 只要面谈的时候 选手把这些老师聊开心了 那分数就高 聊不开心的话 那票数就会非常低 从这档节目开始到现在 原以为有一个生存模式的不公平赛制 就已经足够让人反感的了 万万没想到节目组会搞这么一出 这不就是妥妥的剧本吗 与其玩这个东西 真不如直接宣布谁晋级总决赛呢 真的是太尴尬了 第三 导师手里有票 在这次公演的比拼中 导师只要猜中现场观众的选择就能得到票 这个票在最后可以加在自己喜欢的选手身上 艾勒陈佳化在投票的时候说我会投给最高实力值的人 我要确保最高实力值的人不会因为其他生存模式 或者是其他老师给实力值的方式 而让他变成第六名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崩溃 其实艾勒陈佳化说的也是观众最想说的 舞台2023这档综艺节目的淘汰与否变数实在是太大了 即便是艾勒陈佳化把手里所有的40票全都给到第一名 那都不敢保证这位选手依然保持在前五名 毕竟生存模式的加成和媒体团的票数加成这两项加起来是非常高的 所以让一个人完成密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成绩单 其实有很多易难评 作为一档竞技类真人秀来说 舞台2023绝对是一个分数算法最为复杂的综艺 除了这个裸分之外 剩下的每一个加成都是让观众无法接受的 因为每一项都会让比赛变得不公平 看完这档综艺之后 我真的想问一下 最终选出来的冠军真的能服众吗 靠这样的不公平赛制选出来的人 节目组真的不觉得打脸吗 谢谢大家